我想分享一下 神給我的呼召 和我為何向著目標 一步步向著方向 其實我從來沒有收過一個聲音 叫我去服侍處 我從來沒有見過異象 叫我服侍處 我只是在得救之後 我覺得神感爭 很想人得救 於是 我真的行動 我真的不斷向周圍診服侍 和在教堂裡的人 去關心他們的靈魂 幫他們的靈魂 後來我在基督教學校教書的時候 未到那裡 我已經在教書時會診服 去到基督教學校的時候 我更加… 其實那時候我信主只有三年 我就去查經班 和信仰的莊培班 和帶他們出去傳呼吸 根據我所學的 其實你也聽我說 有一次有一個人來領查經 教我們如何分析聖經 那我分析聖經 我就學到的 我就去帶領人 其實在教堂 我當時一直參加 我們那個年齡的查經班 即是那個主學 我一直盡量去學習 而在我幫人的時候 就一步步去啟升 而後來有機會 就是需要學一件事 譬如學彈琴 從簡單開始 然後就用 學結他 學領敬拜 我記得第一次嘗試領敬拜的時候 就是那個人對我的評語 經歷聖靈之後 又去幫人經歷聖靈和使用 然後一步步就開始去想 我前面還有的時間 世上的日子我怎樣做 我也是眼前有的做 但是神又給我開路 當我回來香港的時候 神給我開路 然後我遲些有 神又給我開其他路 即是說我是隨時領受託 我就立刻去用 譬如那時教堂試過有一次去公園報道 他們就找人來教我們 是這樣的 由牧師寫了經文 罪、救恩、急救等經文 其實那個是我用得最多的 反而來到講報道的那個 我就不太認同 因為他是用四律 他說叫我們出街用四律和全關 我就在想 那些人都未信耶穌 那你就說 你跟他說有個神 你可以有救恩 我覺得他來說他都不信 為何要切入呢 所以我就自己說 我就開始說 這世上真的有個神 是很真的 當時我發覺我講話就很流利 因為之前我講話是拉拉卡卡的 我想分享的是 當我有神給我這個感動 其實這個已經是一個呼召 因為我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肯為心亂 運行為成有他的美 即是說 如果你的心裡面一直都有這個心 而就已經是神呼召 問題就是 有很多人呼召 我也聽過很多 幾年前已經試過有呼召 你看到的人 還有其他人 你認識他 你覺得他需要 你有感動 你就可以去幫他 這就是你設定目標 設定目標 然後你去行動 當你做一做一下 就會慢慢有一個信心 即是說 我幫你那個人會提升 他會有信心 這是我們經常都會見到的 在我們服侍的時候 輔導和祈禱 然後看他有信心 放鬆 他人就釋放 更有動力 又知道怎樣處理 一步步 那人就提升 我們有機會的時候又問他們 有時候他們又說回 說現在我和家人關係好了 我祈禱好了 有些又參加我們的短孫 短孫 我也想他們去提升做更多的事 即是你也一樣的 可不可以一步一步提升去更參與服侍 去進入神給你的呼召 所以有呼召 有行動 但你必定處理好生命 其實幫人都是處理生命的 幫人處理生命 就是提升他的生命 幫他看到神的尾線 然後提升他更加給神使用 所以我想請大家 你自己去 最好寫 自己寫下 其實我在初信的時候 有一本東西寫下我一些感想 不過已經搬了很多次 已經沒有了那本東西 我寫了 因為一個袋子拿去讀書 袋子裡裝的全部都是最... 其中一件我帶回去 就是《聖經搜查》 即是那本書 我覺得非常好 全滿了 即是根本裝不到其他東西 那時候我會寫些什麼呢 有些事發生我的感想 即是跟神有關的都是 即是在屬靈的看法 我聽到哪裏的感想 我... 即是處理事情 或者看《聖經》 有些感想我都寫在那裡 即是我會去處理自己 但其實呢 其實呢 我是沒有故意說 好 我現在有這個呼召 我去做 即是我沒有這樣 我只是說 那些人要得救 到底這些人是否真的得救 在教堂是否真的得救 我甚至那時候問我的主學老師 我問你肯不肯定神來很討 他說 我只是這樣信 我不知道 我只是信 我都有點驚奇 不過 當然也有很多人是信 而不是肯定 告訴他 是否神是真的 即是我是信 即是他真的信 即是他真的信 我信有個神 即是 我是真的看到證據 因為神所看的證據 所以我是知道有神 我是信有神 但我是知道有神 但我也是不怕死的 只要有老師 我都照樣不跟他說 我們全契的人 我逐個逐個跟他說 即是我很自然地去做 就是這個其實 就是裡面的動力 覺得很迫切 這個世代需要的 事實上在我成長的時候 都沒有人去跟我去 即是輔導啊 幫我 問問我現在怎樣的狀況 是沒有人做的 聽到聽完之後 那我就自己回應 但其實我當時 我也有個好心的印象 我的靈命成長 是當時來說 是我看數年書籍 比我聽到 看數年書籍 和看聖經 是比我聽到更加快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一邊看 聖經講了這樣 那我就照做了 聽到很久才能聽到 即是一個禮拜一次 那一段經文講些少 在我來說 我看書 雜雜精已經看完 那些 就是 其實這個就是 當時我得到的目印 就是當時 用書 用聖經 其實主要是聖經的 但有些書 也會給我看法 主要是我一邊看聖經的時候 就明白很多真理 當時我都回來問一些人 但他們的答案給我 就覺得 好像不太有動力去答案問題 即是 我就 初信 我看聖經 這是為什麼 我問一些人 他們似乎 用一個 給我的感覺 就不是很 很 熱誠 如果一個人問我 我看了聖經 我不明白 我就會覺得 這個人很好 但是 那些人只答了我 就沒有這種熱誠 但我一點都不介意 因為我本身裡面 有這種動力 所以 我也想你去思想一下 你裡面 這種動力 是不是有這種動力 你 如何持續這種動力 當時我也沒有經歷 聖經充滿 不過我唱詩 和祈禱 我是覺得 很有平安 很有喜樂 我就是這樣一路去 一步一步 我去到哪裡 我就走進下一步 例如那時候 我去讀書 我馬上去找 他們團夫人有什麼方法 我又去研究一下 又去書局看 在外國的團夫人的單張 小賊子 有這麼多小賊子 就是卡通的方式 我又去不同教會 看看他們的做法 例如我生了聖會 和很多人不同 我是一方面想經歷聖靈 但我一方面想看他們怎樣做法 他們怎樣做法 他們想達到什麼目的 而我當時來說 我是覺得失望的 因為很多的聚會 我真的發覺是這樣的 講到是比較空泛的 不是很實際的 可以說是經歷聖靈 經歷聖靈就是他為我們幫助 經歷聖靈 然後經歷聖靈之後 就拜拜 既然是拜拜 到底經歷聖靈做什麼 他們是沒有人說的 但當我經歷聖靈 我就馬上想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大使命是很重要的 跟大使命有什麼關係 而我發覺為人祈禱 看著他的經歷聖靈 我就開始去思想 都沒有人去解釋給我聽 這些經文告訴別人 人經的神 即是神在他身上 即是神是很真實 神會幫助人 然後你怎樣可以 你都經歷聖靈 繼續做神的祝福 你想想神的祝福 怎樣去幫人經歷 怎樣幫人去信主 即是沒有人解釋給我聽 但我就這樣會經歷好 我就去看聖經 去了解 也都用聖經類篇 即是搜索聖經 查不同的字 當時是一本書 後來上網 我做了很多研究 以前寫了很多東西 不過寫的東西 手寫後來都沒有帶 不過後來電腦寫的東西 就接住了 即是說我自己有研究很多聖經的項目 我又在聖靈那裡研究 始終我就說 應該怎樣都去回大使命 因為這個大使命 是聖經給我們最重要的呼召 到底他們經歷聖靈和大使命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第一晚 當我暴徒家為我按手期錄 好像電流一樣 很強烈的感動 我第二晚的運行期錄 已經不是這樣了 第三晚又不是這樣了 但我每晚都去 其實我有一晚是教神學的 但我完了就衝過去 從九龍走到香港 然後衝上去的人都在走 我就走到前面 因為接受我按手期錄 但我發現是不同的 第一次是最強的 之後每次都差不多 我就一直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然後我就慢慢去思想 這件事就是聖經沒有肯定的答案 我就覺得 可能就是我們 就是初初一次 就是很強烈的聖靈臨在 然後慢慢的提升就沒有那麼強烈 但是我每一次 到底聖靈怎樣傳呼音 怎樣建立靈靈呢 我一邊做一邊做 一邊做一邊做 一邊做一邊做 我又經常爭取機會做 我一有空就做 一可以就做 在那時候教會 一人回來我又要為他祈禱 有誰走進來我又要為他祈禱 就是不斷地去爭取機會 就是我是不怕死 我也希望你們有這個目標 就會向著這個方向 也許是你 也可以 жить 如果你不想活 你不想活 你也許多小可悠